在端午节前 那么现在查到了黑心肉粽 就是台南市检调接到了线报 到一家食品公司去查气 就发现员工未造保存期限 现场有数千颗的粽子呢 是在去年101年就被卖场退货 它早就过期了 但是呢工作人员篡改 把保存期限延长到了103年 对此食品公司的人员下午出面道歉 但说呢这个粽子是要作为庙会拜拜之用 绝对没有流入失眠 检调单位会同卫生局人员 到台南市的宇昌食品公司机查 结果发现员工将数千颗过期肉粽 串改保存期限 把它裁剪之后 然后重新打印 制作成未过期的外观 检调查出宇昌公司委托嘉义县的家品工厂 制作肉粽 再将成品出货给大润发 后来大润发因故退货 宇昌公司竟然将民国101年的过期肉粽 包装期限重新裁切 打印成103年 过期粽是否流入市面 检方还在调查 这是我们工厂的私塾 我们管理上的私塾 我们非常的抱歉 完全都是拜拜使用 完全没有流到一颗 任何一颗粽子到市面上去换送 伪造肉粽期限 宇昌公司出面道歉 却辨称肉粽是在庙会拜拜使用 但作为拜拜用途 为何要大费周章 串改期限也引发外界质疑 他在宇昌食品 用最几年了 前要追查 过期粽串改标签 还意外查出宇昌公司 委托制造的家品工厂 不但没有合法工厂登记 而且肉粽与杂物 堆放在一起 环境脏乱 但检方查出包括大润发 爱买和台糖委托的代工厂 都直接或间接 委托家品代工 制造肉粽 事件一发生 台糖紧急将两外颗肉粽 下架不敢再贩售 业者喊冤 当初是委托宏家商行 制作肉粽 并不知道对方 还另外委托家品 这次卷入风波 也真的很无奈 虹家也有把部分的商品 委托家品 那我们这一部分 我们对虹家是非常的不谅解 知道他们没有合法的工厂登记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是受害者 并不知道说 雨昌还有另外在拖 家品 三家卖场都强调 自己也是受害者 已经将家品生产的肉粽 全数下架 端午节即将来临 检调查出问题 纵让消费者淡战心惊 中间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中间新闻南部综合报道